我們就回到登記的順序 第一位大人李劉慧祝劉小姐 我們不認為應該去移植樹木 因為這個地方就不適合蓋住宅 它是斷層帶 所以樹木應該保持原來的 一來你移植的話樹木的存活率會很低 二來它本來就是應該成為防災公園 那我現在就是要說 這個地區是台北斷層廣池 是台北斷層經過的地方 不管它是活動還是非活動 斷層就是斷層都應該避離 921大地震的車龍浦 它原來是第二類的活動斷層 也就是說它在10萬年之間沒有發生過 沒有錯動過 結果現在錯動了 那這個非活動斷層的定義 其實是大家沒有它的資料 所以稱為非活動斷層 並不是它沒有危險性 所以非活動斷層實際上比很久沒有活動的 非活動斷層比活動斷層還危險 所以我們就要問 為什麼科政府要把公營住宅蓋在斷層上 是要害死我們這些年輕的居民嗎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南港的人口密度低於信義區 南港公園也很大 為什麼不去南港公園蓋公營住宅 那要到我們密度高的信義區 來廢掉廣池的四億山公園來蓋公營住宅 這個是哪一門子的邏輯 第二第三我問的是 台北斷層同樣是經過台北斷層經過的上一頁 台北斷層同樣有經過安康公園跟廣池四億山號公園 那安康公園它的地價都比福德街這邊高很多 為什麼安康公園可以保留 我們廣池四億山公園就要改成建築物 那這是問這個道理在哪裡 下一頁謝謝 那我在接下來問的是 段層代靠近福德街的廣池南側區 你打算把它蓋成商業區 跟老人養護中心的弱勢殘障的住宅 那遇難有災難的時候 這些人逃難不方便 那這些人的命不值錢嗎 然後第四個第五個我要問 廣池北側或斷層代 你規劃為六十公尺的綠地 這六十公尺的綠地應該是規劃在斷層代上 可是你把它規劃在非斷層代上 那真正的斷層代 你規劃為商業區跟住宅 這是哪門子的邏輯我請問你 那你是不是柯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 不顧我們人民的生命安全 下一個 以前不知道廣池有斷層 蓋了建築 沒話說不知者無罪 那有良心的政府 是不是應該想辦法把我們蓋在斷層代上的居民 搬離開 然後斷層把它變成綠地 那這樣才是有良心的政府 那再說 這個齊柏林的看見台灣 他是叫我們不要再去開發 LINE開發我們既有的綠地 那結果我們是把綠地開發了 然後原來的那個不在原來已經開發的地方再去開發 所以這是LINE增加台灣更破碎的地方 所以呢 現在各利域巡星的柯市長跟參與的人士 他們都因為這樣子 有這個明知不該不可為而為之 這個罪是無可豁免 那各位在座的先生先生小姐 我們都是柯市府犯罪的見證者 這樣的政府 我們還能夠選他繼續執政嗎 選他繼續危害我們人民嗎 謝謝 下一位 請 請 請